重建国族,为什么选择私利,并不算升到卡纳瓦罗,这个义大利少帅,不能有他的优势。 图说,卡纳瓦罗将帅国族出战中国奔赴那图新民晚报记者李明生,是李皮招徒卡纳瓦罗与李皮的关系,可以说的甚是情同父子。 2006年李皮受利大利队招得世界奔冠军时,球队的队长正是卡纳瓦罗,而他退役之后来中国执降。 也是因为李皮的弹力推荐。 刚到时,明镜的卡纳瓦罗,由于还是个汉呢,正是李皮的汇吻时中,急不易扶持,快让卡帅慢慢进入了角色。 2015年初,李皮协认恒大主帅,遇见卡纳瓦罗接手,得此也足以看出李皮帝这个徒弟的欣赏。 作为世界名书英国的德鲁人生,卡纳瓦罗从温世那里学到的东西图然不少。 卡纳瓦罗的职驾风格相近,由卡纳瓦罗接任国足主帅,可以让球队更好的股份行接,平衡过渡。 尤其是法拉纳周飞之后,国家们都要参加各自俱乐部的东西,出战联赛。 都给国足重建的时间非常有限,卡纳瓦上任,也能够让国足在最短的时间内,连续合计成李皮的技术风格里面。 当然,李皮愿意出任国足顾问,给学生做高级技能,这也更促成了卡纳瓦罗的入主。 图说,去年恒大训练时,李皮现身探班卡纳瓦罗图2C,熟悉中超相级,临时从全世界各地还写主教列。 卡纳瓦罗最大的优势之一,图仪式已经在中国联赛近年跌年。 从当初的广州恒大,到天津权剑,卡纳瓦罗都交出了不错的答卷,证明了最深的能力。 2015年卡帅曾短暂指掌恒大,当明月月,突然被解决时,恒大在联赛台云第一,要贯商业八强。 一年之后,他重散中国足坛,接手上带装甲的天津权剑,很快他就把深陷岛级区的权剑带出低谷。 对于当年穿插成功,2017年卡帅又到天津权,现在重插手购副技,即打进腰贯联赛,一定成为联赛最佳主帅的候选人。 2018年,在恒大人员老化,阿兰前期竞赛,小六零奥,一定转会当赛的情况下,恒大人员取得了联赛妄军。 应该说,卡帅的职驾成绩和能力,还是得到丁丰论可,而这也是他被足协看重的重要原因。 熟悉中超,熟悉中国球员,卡帽瓦罗罗门在最短的时间内,都建起最适合的框架,免去了很多的磨合时间。 所以,与其请来一个陌生人,还不明是是卡帽瓦罗。 图说,卡帽瓦罗在中超,已经进入多年赋务图新领晚报记者李明生,是顺利新人迷恋是恒大,还是后来的权劲。 卡帽瓦罗罗执战的一大特点,就是顺利挖掘,培养和使用明星人。 这比于目前正处于新来交替的国家的男生,人显重要。 看过2017科技先进全剑比赛的,都会佩服卡帽瓦罗的勇气。 当足学还在晏庆温球中超个交际乐队使用英二三球员,因为受到不少球队的比资时, 全剑队的比赛,却经常有五六名英二三球员上场。 主动刮起青春分爆,而如今的国家队,也到了必须改常换代的时候, 阿伦球往周边上,告别远出的鲤皮为了人妥起见, 全面选择与军院更为丰富的老将,竟然没有一名英二三。 说要还是以这套阵容,如何应付接下来的市民赛? 那前已经有消息显示,新一期的国家略将大换血, 交易更多的年轻球员。 而向政治,冯香平,戴林等老将,则虽暂时被放弃, 打造一支更年轻的国族,卡纳瓦罗的这方面颇有心得。 图说,卡纳瓦罗是任新人,就对目前的国族来讲, 由于重要策略图新明难对记者以名声是, 与众恒代卡纳瓦罗现在的身份, 还是恒代主教练,即便拘手国族, 也只是兼职,不到可能会完全离开。 有人会问,但立民居乐部主教练执掌国交队, 何事吗?毫无疑问, 无论是鲁皮时代, 何事接下来的新国族, 出自恒大的国家,都将占据很大比例, 仗着西班人是家常变化, 而对他们最熟悉和了解的, 由于是卡纳瓦罗, 这个转会区,恒代引进了多名年轻的国家, 韩世豪,何超,张欣伟,高转益, 博力与等接连加盟, 他们不仅是国内年轻人的强小者, 也是国族未来的支柱。 这三参作,几乎让恒代成为半个国交队, 因此,卡线不用花费过多的时间, 来磨合调队战术, 甚至直接把恒代的男性用都可以。 实际上, 弹势的模式在国外并不少见, 德国国交队的大部分成员, 都来自连在盗主带连, 和黄马和巴塞短弹西甲航门, 则撑起了西班牙国交队的大弹将生。 最佳的好处, 是求人相互之间更加熟悉、默契, 也利于更好的执行战术。 从这一点来说, 卡纳瓦罗还真是最合适的人选, 新明晚代首席记者关于,